先前因為疫情 暫緩移工引進 指揮中心監製宣布 二月十五號起 啟動第二階段 移工專案引進 開放印尼 泰國 貝律賓 以及越南等國移工 不過入境之前 必須要完整接種疫苗 雇主必須要安排 入住防疫旅館 進行居家檢疫 還有自助健康管理 因應本土疫情趨緩 以及產業缺工 疫情指揮中心宣布 二月十五號起 啟動第二階段 移工專案引進 這一次開放國家 除了先前的印尼泰國 還新增了菲律賓 以及越南 而移工來台前 必須要完整接種疫苗 也取消第一階段 積分制引進方式 博固主要安排移工 到防疫旅館 進行十四天居家檢疫 還有七天自主健康管理 才能夠前往工作地點 那也經過確認 我們所有的這個 移工來源國 都能夠配合相關的 一個防疫的措施 那這一次必須要 都能夠完全 接種疫苗 並且要能夠上傳 相關的接種證明 那經過查核同意後 才能夠引進 未來集中檢疫所要 堅持的轉型 那就收相關 輕症或是無症狀的 確診病人 那當然在這個過渡時期 還是會移出一部分的集中檢疫所 讓這個移工來做使用 決議中心表示將統籌調度 集中檢疫船位 若有釋出可以提供給入境移工 其他的防疫跟先前相同 而勞動部目前移工專案引進 沒有人數限制 只要符合規定即可 對大量短缺家庭 照護移工來說 無疑是好消息 博家總也指出 到時防疫旅館的量能 是否足夠 還有如何驗證 移工完整接種疫苗 其實家庭不用自備一個獨立空間 這件事情有緩解 可是對於訂防疫旅館 這件事 現在也是缺很大 為了要加速來 他可能也會產生一些 偽造的問題 家總表示 因為現在家庭照護工 是供不應求 怕會出現假遭證明等問題 成為防疫破口 這需要政府好好解決 另外指揮中心也強調 雇主如果未一規定 辦理指引 將以違反就業服務法規定 論處罰還或是廢止聘雇許可 記者歡迎陳柏玉台北報導